走过了这一段 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神你让我跟他想起 是不是我真的是饶恕了 我走出来了吗 很多的事情 可能就是很奇妙 昨天神就给我一段经文 就是在那里面 他说一切苦毒 恼恨愤怒 攘闹毁谤 毕一切的恶毒 都从你们中间出掉 并要以恩赐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但我想到 神给我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就说神了 你要我什么 可能神前一阵子 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外界 就是要我去饶恕 可能我不是跟我婆婆 因为我不是跟我婆婆的关系 是我其实 可能就接到这个经文 叫彼此饶恕 我说我已经饶恕了几百遍了 还要饶恕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讲到说 我说彼此饶恕 那他呢 不要就是 要存怜悯的心意 要说彼此的怜悯 可是你知道吗 突然神就叫我去翻译一个英文的版本 我是第一次发现 其实他讲的这个 在这个CEV的这个版本里面是 他叫停止 他英文翻译是叫做 停止这些苦毒 停止这些愤怒恼恨 这些都要停止 他不讲彼此哦 他是说你不要去生别人的气 你不要去苦毒别人 而且是你要去饶恕别人 不是讲异家的 他说是要 还有一个是他讲 Instead be kind and merciful and forgive others Just ask God to forgive you because of Christ 当我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不再跟神讲说 彼此要恩慈相待啊 就是我要去要求说 我怎样对我的家人 或是对我的先生 或是对我的公伙 我要要求他们同样对我 不是耶 我突然昨天忽然的明白这件 我就觉得感谢主 能够在这个当中释放了我 没有我就说 神不是要彼此的恩慈 就是我要去尽到我的本分 去做到我要去饶恕的 我要去帮助的 那给我神给我一个开启 就是常常调整我 能够从这当中走出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不能去改变对方 但我可以调整我的心态 我不可以 我不能够控制别人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 我可以调整我的心态 让我更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这个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在这里愿意跟大家分享 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关系 在婆媳关系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这个夫妻关系 或者亲子关系的理念 都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 那我也很感谢主的是 像这么多年之后 我的公公婆婆 我常 即使现在他们是 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 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但是我仍然是 虽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仍然常常是会给他们打电话 但是感谢主的是 当他们知道我们婚姻有问题的时候 我的公公婆婆常常会主动的跟我说 我们很爱你哦 我们很爱你哦 也很谢谢你 在这个不容易的里面 你也会常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 也常常倾听我们的心里深处 我们想要分享的 因为你知道老人 人家他们有时候可能 要讲话的时候 也要找到对象情愫 他们也会跟我分享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感恩的地方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 我们也很爱你 也很爱我们的孙女 也谢谢你帮我们 现在你们在这个不容易的里面 然后你坚持爱护这个家 我觉得是看见 当我公公婆婆常常跟我打电话 最后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得到非常的安慰 跟这个欣慰吧 也是感谢神 让我们的关系 虽然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有问题 但是我跟我婆婆跟我的公公 常常打电话的时候 不会因为说我们家里面有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们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的公公 他是我的婆婆 让我继续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能够分享 能够来彼此的能够祷告 我公公常常会跟我婆婆 就是常常会跟我说 每次我打电话的时候 就说你要为我们祷告 你要又为我们祷告 我说会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地方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困难 当我们时间久了 过去的时候 神都会帮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